国会龙头选举之后 意外的上演一场绿白的电话门 吵来吵去 今天柯文哲真的跑去提告了 包括告了民进党中央 包括了吴征发言人 其中今天有个 网路新闻的最新消息是 我以为是万里的老宅怎么了吗 原来是在万里老宅 前面前警卫室 主任酒后师太被拍到 当街蹲地在热闻一位女性的友人 这个消息是 因为跟赖清德 当然帮他做万里警卫室的主任 关系是很密切的 是在年度体检未过的风波 曾经发生过的 结果一直拖拖拖到晋升少将 最有一刻才被补册过关 甚至还说被爆料出来说 本来并不在国安局的规划人选 是赖清德独排众议亲自挑选 他才能够上位的 结果看起来是风流倜傥 在街边就出现了这样的画面 被媒体拍下来 好吧 赖清德这几天 我们就要看不到他的各种发言 但韩国瑜到了立法院之后 民进党立委没有放过 不停地在攻击跟批评 包括陈廷飞说 蓝白营在立法院改选期间 不断用利用媒体制造话题 往后恐怕是固定守法 不过民党不也是吗 不然怎么会有蓝白电话门 绿白电话门呢 他说民进党应该一体取向 推动法案部分要以民意逼宫 让他们没有办法暗度陈昌 民意要逼谁 你是执政党不要忘记 民意要逼宫的宫是谁 是执政党民进党 所以怪怪的 这个形容词让大家觉得 总统不是你们民进党的人吗 但绿白现在闹翻 甚至还告上法庭之后 会怎么样呢 有对于蓝白和相对有利吗 柯智恩就说了 他说选前对于听政权 蔑视国会这些法律 都已经有共识 这个部分都可以谈 那国民党跟任何政党的合作 都不是问题 院长也特别提到 仇恨先放下 民生放第一 这也的确是 韩国瑜目前所展现出来的态度 那当然来本和国内 党团之内呢 也有鹰派啊 有鸽派啊 到底要不要让朝伟这件事情 民众党已经讲了 我们不会主动 那如果你们要给我 我们欢迎 所以傅宽奇先前说过 小草并不小 国民党对民众党是 笑名名 那问题是 党内不一定都支持 认为既然并没有真正的 在这个龙头的选举里面 有各种的合作协议的话 要不要让朝伟 现在各自也有不同的看法 那国民党的蓝白和呢 当时不是这个分手大戏 在群月上演 大家印象深刻 其中这个戏下戏之后 还没有 还有人不想让他下戏 是独派团体台湾国 他到北检去告发 说蓝白和 这四个人 马英九朱立伦 和柯文哲 四个人涉嫌 选霸法 违反了 为什么 他说呢 因为是戳原载汤 等等地状 那他要求 这个迟迟没有动作的北检 必须要传唤相关被告 去侦办 那感觉他们还放不下 但无论如何 这种事 有没有浪费司法资源 这个到底有没有 他的意义所在 好 蓝白和不成 绿白的电话门 到底责任在谁 互相在踢 其中 卓榮泰也出来讲话了 那 这个 他说三种剧本跟方案 跟黄珊珊谈 这个概念 黄珊珊今天开记址 会来回应 说他没有 由他的方面 来提任何的方案过 21号 早上自由时报说 民党多方接触 那民党没有接受方案 只是听完了之后 回去党团讨论 跟党主席讨论 那就没有接受 结果两家媒体 居然扭曲事实 干据这个无真的说法 说是民众主动去 接触民进党 甚至主动去求合作 这种概念 所以他们非告不可 那卓榮泰说的 这跟黄珊珊谈的 三种模式里头 包括了什么 各种合作的方式 那黄国昌就说 这眼看者是 只包不住火了 卓榮泰终于承认 私下接触 想用副院长的位置 来交换民众党 支持院长 他进一步批评 卓榮泰才是公然说谎 不过另外一位当事人 是不是两个人 在争隔魁 所以各有谈判的管道 林家隆的部分 现在仍然不承认 自己曾经派人接触过 就是了 但他的版本 当然感觉起来 是更对民众党有利 好 我们所以来看看 在民众党内部 最近好长一段时间 都来讨论他们的 合作环节 这种问题 先前一直讨论了 好多天的蔡碧如 今天讨论的是谁 很意外是陈婉慧 因为陈婉慧上次 也在节目上讲 参会委压 他有被通知 只是他自己 有事情没有办法去而已 但这次他发文了 他说北区的感恩参会 查会 上一次李友宜没有被找去 这次被找了 但宜蘭感恩参会 哲友会 他却有疑李友宜去参加 但是他却没有接到讯息 所以他不知道 党内有一个 在宜蘭打拼的立委 候选人 虽然落选了 他也曾经是前立委 居然又是不知道 地方的这样的党主席 在活动的消息 以至于没有参加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民众党 常常都有这种状况发生 这个幕僚之间的 所谓核心人物 要西位才有影响力 其他人就可以随便安排 当然现在当今的西位 就黄珊珊 双簧跟陈昭芝 明天也要讨论陈昭芝 会不会被惩戒的这个案子 过去当然谢力公 跟黄珊珊已经 谢力公 醒来已经没有影响力了 蔡碧如跟大学姐 或者是跟黄珊珊之间的 竞逐跟对于柯P的影响力 陈晚会 现在他一直认为 自己已经相对 跟党主要是互动良好的 连他都出了这个状况 让大家当然很意外 亮哥我们来看看 先从莱清德的主任 警卫市主任 被提拔的巴卓这位 在路边亲吻的画面 来看看 赖总统准备要上任 迎接他的是这些新闻吗 对 我看到这新闻我也吓一跳 这个 赖清德还是要好好管他身边 或者他比较亲信的人 这个应该是个人行为 不过这个人家会连接到 你的运势是不是不太好 是 不过这个反正坊间就是会有这样的流言 就会觉得民进党的人 好几个案子都像这样的形象有关 会连续的被 尤其是这个是他自己拔着的警卫市的人 中情 中意 中昏迷 清典名句 所以没有办法 我觉得绿白这个问题真的很麻烦 因为陈永鲜医师 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不会说谎 一个正直的人 这个不甘他的事 他何必写出来 一定是他听到就是如此 可是这个三昌配 这个实在是太严重了 三昌配如果站在民众党这一边 是我提的 那我是要舌吞相是不是 人家就会觉得说 你怎么玩那么大 对不对 那如果是民进党这边提的 那就不一样了 那你岂不是要抛弃尤其坤吗 没错 这是背叛尤其坤 这谁能承担 所以变成没有人能承认 说三昌配到底从何而来 事实上我觉得 柯B干脆就把那个人的名字讲出来 因为柯B觉得很冤枉 所以这个不是我们提的 是我转述 我今天问了周渔秀他也不回答 他说就有个人 他去查证了谁 我讲白了 神明是一家人的人 他一直讲 我在政坛那么久 碰到这种罗生门 我会把它理解成 柯文哲也想保护那个人 留点情面 日后好相见 从政日后还会相见 所以我就留点情面 虽然我知道是谁 我坦白说我认为 我实在是难以想象 民进党有人敢提三昌配 赖清德 林佳龙 或者是卓龙泰 我真的难以想象 因为你这个 豈不是公然要抛弃游禧坤 这种事情怎么会做得出来 而且黄山三连 一天立委都没干过 你一进来就要让他当院长 这像话吗 对不对 所以我比较能够想象是 中间人提的 可是那中间人是谁 最好是那个 不是政坛的中间人 我们就可以说你年少无知 就原谅你吧 大概是这样 这样子这件事情就 就可以这样让他过去 但是如果告到法院去 可能很难过去 没有 告到法院是 他只有告吴珍吧 跟民进党 他有报民进党那是谁代表 他是告赖清德吗 还有告媒体 他是告记者跟吴珍 因为记者会是吴珍开的 其他人也没有讲话 对不对 而且我坦白说我认为 蓝白或者是绿 这个立法院是你的议题如何正确 有引起社会共鸣 大家就跟进来了 民意是他们的后盾 你不要以为用善意有用 当然 这是韩国瑜爆了黄国昌 结果民众党从头到尾都没有考虑蓝白盒 你没有发现吗 民众党整天在考虑的是 要绿白盒还是投给自己 没错 根本就没有想过蓝白盒 恍然发现原来如此 对不对 韩国再爆几次有什么用 所以善意没有用 重点是你抓住民意 主导了议题 人家自然会跟上 人家要跟你竞争 这样才是良性的政党互动 丁哥 其实我觉得这个谢敬华 他们不趁早处理 就是自己留一个大麻烦 这谁都救不了他 这个事情当然本身跟赖清德是无关 但是就是你世人不明 就这么简单 你之前有一个陈中叶 已经跟小云已经够那个了 现在再来一个谢敬华 所以他自己要赶快去做决定 不然刘这个人是对你自己没好处 那陈迪飞讲这个东西 我真的觉得非常奇怪 就是他说用民意来逼宫 到底在逼什么宫 如果是真的是那么符合 民意的法案的话 我觉得蓝白也未必会不赞成 大家就一起赞成就好了 不就是这样吗 那是通常是拗着民意 跟民意对着干的法案 蓝白才会阻挡你 所以我觉得陈迪飞到底在说什么 我实在是听不太懂 至于说 我觉得现在这个电话门这个事情 造成的最直接的结果 大概就是三党以后 很多事情恐怕都很难携上 都要录音 对 大家都要录音 录音 谁都不敢私下接触谁 因为超级危险 因为可能马上就会被人家洩漏出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但是没办法 因为情况就演变到这样 大家的互信基础都很薄弱 因为这个就是把这个影前的事实 那现在他们还在吵说 谁告谁 然后谁先主动谁被动 我真的觉得没什么太大意义 我直接讲好了 我认为柯P告这些人是告不赢 本来就是了 对啊 这怎么告得赢 这种东西如果能告得赢 那就不得了了 构成要件太难了 对啊 因为其实我是有赌鸡牌 我是很想送鸡牌出去 但是我认为是告不赢 那我认为不管是民进党主动接触民众党 还是民众党主动接触民进党 其实事实是什么 事实就是民众党想要瞧 打了这个电话 你们确实还是有想瞧 请大家注意 因为当天已经是1月31号了 他们早上已经公布说 就决定是黄珊珊了 那你还在跟人家瞧什么 你们不是党团决议就结束了吗 所以他们照他们的决定 他们自己人投自己 拉民进党来投黄珊珊 不是啊 就是你们就可以放话交换 就没什么好瞧 因为没什么好交换的 我们就是黄珊珊 不是啊 他们的人不用交换 但是对方 没有 对方你要投我很高兴 那你就来投 就不需要瞧 没什么好瞧 因为你们定 你们就没有什么其他可以谈 因为你们就已经 党团决议是黄珊珊了 他只是要 那你只是要 那到底是什么 那又不叫交换 你是流氓 就硬要就是这样 不可能嘛 所以其实你看 他们还紧急晚上紧急党团 又重新开会讨论 所以表示你们还是有在想 要交换一些条件吗 我觉得就是啊 真的是这样 对啊 所以那有什么好讲呢 那就跟你过去告诉我们 东西完全相违背 所以我真的是奉劝民众党 不要把自己的道德标准 拉得这么高 你的做法并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真的觉得 以后还是务实一点 怎么做就怎么做 该协商就协商 不要再讲那些插话 不会对陈婉慧又被忽视 略过很惊讶 因为我们常常跟他同台 教授 对 你有感觉怎么又来了 对 我的观察是 选举完之后到现在 民众党有两个转变 第一个在人事上 第二个在路线上 人事上过去那些比较青蓝 跟国民党互动较佳 支持蓝白和组合派 以上的这些称呼 我们过去都经历过 对不对 慢慢的被淡出 甚至被刻意的遗忘 有没有 谢立功 蔡壁如 然后陈婉慧 这些人慢慢的都离开了 因为都没有当立委 都没有当立委是没错了 但是也忘得太快了 然后进来的是黄国燦 黄珊珊跟陈昭之 那即使陈昭之的那个 首按道印尼 也就这样子过去了 没有 明天还会决议 但很难多重证 你可以想象了 不都已经辞監事长 对 監事长好像是 挺多八八钱吗 我不知道 但是这代表什么 代表人事上其实是比较 以回到跟绿营 当然特别是现在的这些 就是立法院的这些职位的人相关 那路线上你们觉得 他不再去跟蓝白和谈 任何事情 他现在转去跟绿的 当然他是有权利的 可是他不把他自己 完全就第一时间视为一个 就是反对党 在野党 在野党 监督执政党 他把他视为一个 在三党当中 可不可以进一步去交易 甚至你让我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所以同样的作风又回来 可是我必须要提醒 在蓝白配 国民党跟民众党之间 蓝真的把柯当成白 但绿会把柯当成白吗 还是当成小绿 因为你越来越像 你看到他接触的这些人 不管是中间人 还是对话的人 以及形成的这个三昌配的 这种不可思议的组合的 这种想法 其实慢慢的形成就是 他反而去跟绿的 传统的 独派的 还是越来越近 因为他知道 28年不太可能再蓝白河 他就必须要抢蓝的票 26年他就要抢蓝的票 蓝的席次 市议员的席次 县议员的席次 甚至县市长的席次 他可以抢哪里 民众党可以抢国民党的 抢蓝的 所以我觉得 在一个大的方向的时候 你看到人事的变化 路线的变化 然后的的确确都呈现出来 这样的变化 但是他忘记了 绿根本把你当小绿 玩弄你在五指沾首档当中